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负责是整个平台的开发 还要维护营运 我们今天会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Pinko来做Mobile Web 遇到一些实作的经验 和一些相关 然后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Pinko Pinko是什么一间的公司 Pinko是一间作为卖税品的网络购物平台 然后我们现在把8万件独特的商品在Pinko上面 然后什么是什么叫做设计商品呢 我觉得设计商品贝要可能代表是一个 每个商品贝要代表可能一个独特的想法 可能一个独特的故事 重要的是它贝要代表可能不是一件商品 而是一个人 一个人传达的想法和一个贴心 然后我们Pinko想做的是 我们想成为亚洲最大的一个 设计市的社群 还有设计品的购物网站 然后我们不仅是想讲做台湾 我们想把台湾很多好的设计 还有很多亚洲好的设计市的商品 带往整个整个世界 那我们现在大概25%的traffic 是来自于整个整个亚洲 可能有那个香港 可能有北美 中国 日本都有 好 进入正题 那 MOBA 从 iPhone 上市以来 可能智慧型手机每年多了好好的设计 所以这样一个网 以前我们可以可能在讲一个 我们开一个公司没有网站 可以觉得这什么这种 怎么工作 为什么没有网站 然后现在慢慢可能在 一年后 两年后 会变成一个人看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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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公司 开一个公司没有个Mobile Web 可以觉得 这些公司真的 是真的可以新的 可以存在吗 所以 MOBA 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 而且现在整个 整个网路趋势 所有来自于手机的traffic 可能已经高过于一般的一般的Web 好 Mobile Web 简单的说是用拿手机的浏览器 来看你的网站 就叫Mobile Web 然后手机现在有很多的限制 它跟 它跟那个 做上行那个电脑好像不一样 它可能有更少的CPU 更少的记忆体 然后重点它三句网路是非常的慢 而且它 最特别的是它有很小的荧幕 你怎么把在那么小的荧幕内做很 很详细看Time的呈现 那需要很大的挑战 如果 你们公司有网站 它是没有Mobile Web 还OK 但是如果你Mobile Web 让使用者有很大的体验 它可能对你的品牌造成不信任感 就像一个我们现在 以为现在挂的公司网站 或公司网站不好挂 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呢 可能就吸引不了我的兴趣 好 那我们来讲一些手机 手机有个特色 手机它没有固定的宽度 你可能 你 大家很有经验在用手机逛网站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那 你看这网站的宽度 跟你原本在那个 桌上用电脑看网面不一样 它为什么 手机电脑机会把你自动 放大缩小 你整个网页 然后我们怎么告诉手机的浏览器 我们想要用怎样的宽度去呈现我的网页 在 现在手手手手手机的standard里面有个叫 ATML 有个MetaTag BigPort 它的桌上用来告诉手机浏览器 你要用怎样的宽度来 Render我的网页 所以它有几个party 像Wilts Wilts 有个有属性 就是告诉说 手机浏览器你要用多大的宽度来 Render我的网页 DeviceWilts 意思就是说 你所像iPhone iPhone都是我宽320 DeviceWilts 说我的网页就是专门会320设计 你不要帮我 帮我自动放大或缩小的网页 然后它有几个特别的属性 Initial Scale Maximum Scale 和User Scalable 什么意思呢 你可能 大家可能都有经验 在手机上 你可以pick 放大缩小你的网页 然后这几个属性 告诉说 高速浏览器说 使用者最大 它可以伸缩到多少 Maximum Scale 例如说 两倍 我原本是Wilts 或是DeviceWilts 320 使用最大最大 只可以说 放大到640 Maximum Scale 在做的事情 那Initial Scale 就是我 我一开始 高速手机浏览器说 我的宽度是320 可是我 一开始网页漏下来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要拉320 我上面 Initial Scale 就是 22什么意思呢 浏览器漏下来 它可能会 帮你把网页拉到640来呈现 所以你可以像下面图一个小狗 当你没有设这个MenaTag 的时候 它浏览器可能会 自作聪明 帮你 帮你显示出错的 错的网页宽度 可是当你 指定它正确的 Viewport的时候 它就会正确认认出 我这个图片 专门会320网页设计的 然后 我们 手机还有个特色 它有 有太多的 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手机 然后我们 针对不同的手机 宽度来做我们的 CS的设定 CS里面有个media query 它正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针对不同的手机的尺寸 不同的宽度 去做 不同CS的设定 然后我们看到media query 的example media query 它可以指定说 当我 MeanWid 300Wid的意思 刚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手机 它刚好尺寸 fits在 大于320 然后小于480的尺寸的时候 它就可以吃我这个style 然后我们可以设很多 不同的media query 来做不同的程度 例如说 我可以设定 来读 MinWid是480 然后 MaxWid是800 大概说480到800 这个手机尺寸的时候 用我这个CS style 所以我们就可以 很多不同的 debots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系列的呈现 好有些人可能说 我想用programming 我想用那个程式的写法 Jones可以怎么应对media query 是什么 在global有个matchmedia object 他用来做这件事情 他可以 他可以用来判断说 我现在手机 我现在使用者目前看的手机 其他的尺寸 大概是怎样之 我可以怎么做这些 根据 根据这些不同的尺寸 你用matchmedia 这个object 来做不同的优化 好 那手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 像retina 高解析度的手机 高解析度手机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他 你 你玩 一个CS pixel 不等于到一个defined pixel 高解析度 这个意思可能就说 我一个C算是一个C的pixel 可能里面 带了两个device pixel 高解析度的意思 他在一个pixel的方法 用更多device pixel 来表示他说 他会有更高清的解析度 然后我们 也可以根据这些 不同的resolution 来做不同的C的style 设定 就是用 也一样做media query media query有个很特别的property 叫做 min device pixel ratio 二的意思叫retina 二就是 一个CS pixel 我等于两个device pixel 所以针对 针对这种特色的device 我可以做一些特别的调整 特别的一些设定 然后相对 如果你喜欢用Programming JavaScript 有个相对的 在Google有个device pixel ratio 的object 他可以用来判断 现在device的resolution 大概是多少 可能是二 可能是三 根据 我怕越高清的 高清的荧幕可能是需要给他不同的图片 不同的一些调整 都可以用这些来打印来打到 跟mobile 一些设定 然后手机 还有个特色 他很难按 然后HTN5 有一些新的input types 因为手机难按说你不能 不能 不能叫使用什么 说你我要输一个东西 我要自己切换这个 切换这个 所以你用 用HTN5 input type 指定他明确 这个栏位 是什么 特色 然后 他键盘就会做 做不同的调整 例如说 最左边那个 我们把它视为input type search 你看他右下方 他有送出你 我会变成蓝色 右下方会变成search的按钮 所以会让使用者会更好的体验 然后第2个例子 中间那个可能是email 你会发现他 键盘最中间下面 变成一个小老鼠 让使用的更好点 不用说你要切换不同的那个 画面才有办法找到那个 s符号 那第3个例子就是 电话号码 Input type 是 tail 所以你看他变成一个很 很输入一个数字 进来栏位 也是一样不用 不用去做太多的切换 让使用者输入不对的资讯 好 然后手机很多人可能最有兴趣的一个 叫lbs location-based service 我想根据不同的使用在不同的地点提出 不同的服务 他有很酷的功能 每个手机你就可以抓到使用的现在的位置 叫dual location 一个htm5的一个object 然后他有面子要给client position 所以你就可以抓到使用者目击力 说我现在 在TICC 你就可以抓到使用者 我现在在哪边 根据在不同哪边的提供 一些location related的一个service 然后这个 这个 Journal location大家比较容易遗忘 他其实还有一个 参数是Maximum Edge 这什么意思 叫做 我在 以射60 它是mini second 在60秒内 我不要 再去跟使用者要新的地点资讯 因为手机 它电池 电池 电池很小 很容易耗电 很容易用没没有电 所以你不需要说 一直 一直去 去问使用者说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哪里 每问一次你电池耗电量就少一次 所以Maximum Edge 是说 你一分钟内我用同样的地点资讯就好 不要再去 跟医生问说我现在在哪里 我一分钟内应该没办法跑太远 然后手机 还一个 很重要的功能 照相机 我怎么 怎么在ModeWeb用手机照相 Native这个功能 HTML有个Media Capture 它跟 Input Type File 整个在一起 然后 X7 X7 意思是说 我现在需要用Media Capture 来截取图片 相关的资讯 然后Capture意思是说我要用相机 所以当使用者 拿手机起来点了这个Input Button 他就会把他的照相机开起来 你就可以 抓到使用者 借由照相机 传入的音讯 影片 甚至照片 这部分在做Media Capture 然后图片 手机 因为他网络慢 然后 传统做法在你 那些CS file里面 动态从External抓到很多图片下来 可是 但是 这样太大浪费那个 DNS Lookup 你每个recruit就花时间 每个recruit 三句recruit就花时间 当你 有 有十张图 你要 你有十个latens 在等你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图片 用Data URI 隐备到你的那个 file里面 所以 你一个系列的file 只需要个recruit 不需要 额外recruit 去抓取不同的图片 然后同样的概念 因为手机平方小嘛 所以很多 很多不能 不需要使用图片的地方 就不用 不需要一定要使用图片 你可以用CS 来 Render 虽然都很多 虽然都有很多新的功能 例如说 Border Radius 你的Background 可以设gradient 可以设漸层 像图片 那个右下角图片 我要结账的button 其实它不是一张图片 就是一个纯CS的button 纯CS的button可以利用 让你的频宽更有效率 让你网页load time 有更快 那另外的同样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不想用Data URI 你可以把很多 不同的图片 组成 全部放在一张图中 图里面 那是 Sprime 概念 也是减少request 好 刚刚讲到手机有不同的解析度 它很有高清的一般iPhone、iPhone3、iPhone4 有不同的Ratina出来 当你用以前 一样的图片 套用到高解析度的那个Define的时候 你会看到整个招片補掉 可是我怎么 那我是要提供高解析度给所有 不管你是 低的relation 或高的relation 高的relation 我同样提供到最高解析度的图片给他 那可能对低解析度Define来讲 太好费平宽了 然后Webq有个新的 Project 是BackgroundImage 它有个 ImageSet 它可以 所以Browser会知道说 当我是 两倍的 两倍的时候 我可以截取 使用不同的图片 Render 然后现在 到这些Define里面 它有一个新的 说Set ResponsiveImages 手机和 做结不太一样 它有手 有不同的 Spill-off-lone 手势 然后 那个 在莫外问题开放里面 如果你用 Clip Event 你会注意到很明显的 问题 就是它 它会lag 它点了没办法反应 因为 手机有太多不同的 Gesture 它需要 它需要 Double Touch 所以它会有个延迟来 去把它Double Touch 是可以 是可以被震热到 所以会有个lag 大概300 unisecond 所以一般怎么解决问题 你可以用 一个叫Face Clicker 一个概念 你可以用 模拟 模拟 Touch你的手势 来Trigger 来动态 Trigger你的Click Event 然后因为 手机有那么多手势 可是它只有 三个Event 可以帮你 来做判断 一个TouchDot TouchDot 你怎么用这个三个Event 组成那么多手势的 判断 有个Hammer Hammer.js 一个Open Source 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 手机Performer很重要 当你手机开太慢的时候 很多使用者 就会跑掉 所以我们做Performer 做改进 Performer有一个 监上有Redirect 很多网站都会做很多 不同的导向 例如从 桌面板 打到手机版 手机版 要导入网页 这些 都会 增大 很多的Latences 所以最好是 减少你的网页Redirect 在手机特别重要 对下有Mate 需要你的Recruit 刚刚讲DNA 没Recruit 没Redirect 都会花时间 一个DNAs 就要 200分钟 所以我们 在手机上要做 就减少Recruit 比如说 把图片做Supply 把图片做Data URI 就这个意思 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 怎么减少手机的Request 好像很多人 写很多CS CSS Files 才都JavaScript 每一个File 是一个Request 很多Request 加起来就很多的时间 这么 降一天时间 你可以把这JavaScript File JCSFile 全部 那个 并成一份 然后把它缩下 把多余的 注解 多余的空白 全部拿掉 那现在还有两套很 很棒的 OpenSource 可以帮你做件事 Alecify JS CSS CSS 它可以比Google 和YUI Compressor 传统 这些Tool 快得非常多 它Node JS的Technology 还很重要 很多网站 GDub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 把送出去FVContent 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压缩 很多网站 其实没有开GDub GDub开起来可以 让你的档案更小 传说更快速 让你整个频宽利用的 更有效率 有些在3G的环境下面 然后 GDub的那个还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Tips 例如说 你怎么让它压缩的 更完美 更有效 例如说 很多系列是Protty AzureProtty 你要固定 例如说大企有 全部用大企有 小企有小企有小企 同样Style 会让你GDub压缩的 更有效率 全部用单元号 就不要有单元有双元号 然后GDub 再对 针对Image 就不要开GDub 因为Image 已经是压缩过的档案 所以你不需要 再压缩过那一次 像Apple Apple 和Internet 都很简单设定的 一行两行就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 就会帮你做这一点 那其实花 你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而已 然后JSQ的File 如果你 imposeJSQ的File JSQ的特色就是当你在下载JSQ的时候 整个 整个网页会把它停住 因为他等JSQ下载下载 然后Post它 才会继续往下执行下去 跟Enterium Files 你可能有新的Protty 可以用这个Async Deferred 一直都说 你在下载JSQ的时候 不要把我 网页Post停住 你可以去继续往下执行 继续抓其他图片 等JSQ下载下载 我才去Post它执行它 而不是说等它 下载完 执行完 才去往下走 然后发现很多人在Mobile 一样是用JSQ JSQ太肥了 因为他非常 因为他的cross browser 他可能在这类IE 真的不能很多 不同的留言器做优化 所以这个档案 其实非常大的 如果你再用3G 3G下一个JSQ library 他就会花 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这边手机 其实有更多 更多Micro library可以用 他可以 他可以让你 那个整个 下载 下载的效 会更有效率 例如 拼口是 Je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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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的API 全部 conform J3 可是它是 从Mobile 更Lineware 他不需要 对很多 旧的浏览器 做很多不同的 process 所以他 非常的Lineware 档案件 非常的小 然后 一般 CES的档案件 可能会放在 吧底 放在上面 中边 下面都有 现在最好放在header里面 因为 当你放在网页中间 或网页下面 会有个 会有个不好的形象 叫 Fresh Style Content 意思说当你 还没下载到 还没制定到这份 CS File 的时候 他可能整个网页是没有 Style 因为他不知道你Style 什么 所以 当你放在header 的时候 网页一load 第一时间他 会抓这个File 他就知道 接下来 会需要怎么Render 会有个 画面闪烁的现象 然后 CSFile 放在header 一个好处 减少referl referl 意思是说 网页重整 每个 因为这位mobile 每个网页 网页重排版 重整是非常 耗费支援的 也是非常耗时间的 CS 现在CS 对了很多 很多的动画 很多项目可以用 当你可以用CS 来 来做动画 做特效的时候 就不要用Jord script 因为就要 你要写Titlecode 而且 你的 你的效能不好 CS CS很多的 Animation 都是 经过特别的优化 可能会利用到 你的GPU 可能会 会让整个 你的执行更有效率 更顺畅 Htune 5 它叫 Log Storage 意思说 你Logo端的 Cache Logo端的Storage 你可以利用它 例如说 以拼乎来讲 看 右上来的好点 代表说 这个使用者 Google车 现在有几样商品 我们不希望 每次网页 落下都 跟设计 跟设计 要说 你现在 我Google车 里面有什么商品 我们可以 quit一次 就好 然后把 quit下来的数据 存达Logo Storage 然后接下来 其他每个 每个页面 我直接 这个 Google车 直接 直接从Logo Storage Storage里面抓就可以了 不需要拉费很多 很多频宽 很多额外资源 也让你网页 运作更有效率 所以 要善用Cache 然后虽然说atm 发展强大 很多好用的东西 可是它 支援度还是没有 非常的完整 那很多人在 借我Desktop的做法 可能不会采用Polyfill 的方法来做 只是Mobile 不建议这样做 它还会 太花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会 等它一点就走了 所以 我们可以用 Progressive Enhastment概念 来做这件事情 当你有 这个feature的时候 我就支援你 如果没有的时候 我就给你最基本的 基本的 一些feature 然后 哪套Library 可以来做这件事 帮我detail 我现在这个browser 我们要支援某feature 因为它叫open source 它是 很好用的tool 然后这是一些优化 优化的一些技巧 Inference Corent Pattern 就是当你 例如说你一个list的页 有非常非常多的roll 的时候 我不需要一直把它下载下载 我可以把它分批下载 分批下载 当使用者 滑到需要下载的地方之后 他就跟社会要资料 这一个好处 可以见到 让你整个资源利用更多效率 然后整个response time 也会更快 另外 我没有配得到 零件购买的 当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就不需要 漏这些资料 因为用使用者 我根本没往下 滚到看到 Google 公安 那个区块 我根本不需要 下载这些资料给他 我根本不需要 设备 根本不需要 处理这些 这些process 所以 当使用的需要 时候 才给他 那很多人在开发 Mova 的时候 我们在讲 什么是 Responsive 我要做Responsive 听他那么酷 我要同意分扣 不管在桌机看 在手机看 我都可以Responsive 我都可以 动态调整 Feed他的营物 这叫Responsive Web Design 所以已经没有Feed Responsive Responsive的说法下 网页已经没有Feed with this 的概念 Pix Perfect 也不需要 可是 他有什么缺点 因为你 不管你的桌机 你的手机 都漏同一份Code 同一份HTML 他其实是非常heavy 因为你一个 你想要一个手机 你要漏桌机版的JF 那 那是很大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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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很多 跟随你Desktop 会放很多不同的 不同的设计 会放很多图啊 很多不同的Vidget 很多不同的 model 所以他会增加 在手机上看起来 他会增加 很多 Feed R Activity 而且 会让 降下来 而且 你说Responsive 可是图片 没办法Responsive 他固定尺寸 是固定尺寸 你不会把它拉大 他不是那个 Scalable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 Define都支援 Media Query 你可以用Media Query 根据不同的萤幕 他有作用的设计 这是不太 Practical 如果 你想让手机 假照好像就是你的作用 作用设备 一样 这些很不实际 通过这种效果 也会造成凶手 觉得 好难用 好慢 好难用 所以针对Mobile Practical 来讲 那个 Responsive Responsive Design 可能不是最好的 可是在某些情况 可能是适用的 例如说 Block 很简单的排版 我可能在 桌地看 桌地看 他一样东西 一样 Extot Stake 一个接个牌下来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做Responsive 当年网站 一复杂的时候 Responsive 可能就没有那么实际 你可能也会因为你应该做你的帮羞 我可能让你design 我可能没办法 我可能很多想法 为了要牵扯两个 我可能就没办法去 做更 Fism 每个东西 更好的设定 更好的user experience 所以另外一个概念 有人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Adaptive Web Design 就是 适应性的Web Design 然后也就是说 我侦测你不同的device 我给你不同的 ATM 有没有不同的系列 不设定 所以 Adaptive Web Design 他需要 预先你需要 规划出 我要支援哪几种Size的Device 他可能他会有个 Retail 就是说 把不同的 user 导入不同的 植网 与不同的 针类不同 为了 Defice的宽度 做优化 那些植网站 可是现在问题之下 太多手机 太多 荧幕宽度 所以 你这是很难达到的事情 而且他可能对SEO 会有影响 因为他太多不同的content 你怎么去 让SEO 优惑这件事情 是个问题 以拼乎来讲 我们是常 一个 有点像一个 综合的概念 是Response 为了加 Server-side component 意思就是说 我侦测不同的device 我给它不同的content 可是例如说我侦测到 Mobile Mobile的traffic 我给它属于Mobile的content Live的content 可是我侦略这个content 去做Response 而不是说我 我把Desktop版来做Response 我有不同根据手机的版本 根据作品的版本 可是我的Response 是针对 手机版来做 而不是针对作品版来做 所以他 我现在只需要一个URL 我不是要重新导向 User也要更好体验 而且 我跟着 针对手机设计 我给他 给User更好的User Experience 更好更适合Mobile Feature 然后做机版 他荧幕够大 我给他更富的content 所以 这控制性是很强的 在产品设计 设计概念上 你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Focus onUser Experience 今天大家分享到 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